你知道怎么用数学公式打篮球吗 男人拿出一把尺子 测量了一下篮筐的直径 又用300米的米尺 测量了一下篮筐到地面的距离 为了让篮球各个都能投中 男人在每个一米的地方设置标识 仔细地观察距离是否必知 他用全室测量篮筐和投篮点的距离 把监控里的保安都给看蒙了 但男人根本不在乎 还拿出了ZA测量了篮球的压力 六把数据全部写到了一张纸上 最后就开始了计算 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原来就在刚刚 他看见一个保安 在像职业球员一样打篮球 本来男人很是羡慕 结果保安临走时 挑衅的鄙视他啥也不会 男人瞬间感受到了侮辱 于是他捡起篮球尝试了一下 几个箭步上去 愣是一个球都没进 这可把监控里的保安给乐坏了 但男人却怒了 作为数学天才 他发誓 又用数学公式来打败这个保安 于是他开始拼命地测量和搜寻数据 却遭到了保安的嘲笑 很快他就把所有的数据 写到了一张纸上 并用物理方程式计算起来 又用小木头人不停地实验 终于经过齐齐48小时后 他成功地根据球的速度和本身的压力 精准地计算出了准确投篮所需要的公式 于是男人拿出了三个篮球 想要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果然不出意料 他成功了 而且投篮的精准度 比库里还要厉害 把一旁的保安都给震惊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任何人 天呐火星马上要撞上地球了 可突然居然变成了QQ糖 从一个会有八万级伤害的大爆炸 变成了软软的果冻味的QQ糖 原来男人有将任意障碍物 变成QQ糖的超能力 你想获得这种超能力吗 因为有这种无敌能力 男人开始惩恶扬善 他看见福波勒在抓小偷 男人直接就来个大橘子味的QQ糖 小偷皮压机就撞了上去 那抠都抠不下来 眼看一辆不要命的大货车 居然停到了火车道上 男人赶紧使用超能力 就这样 大货车直接就变成了一大堆的QQ糖 这要是带回家 可以吃上一百年了 开始的时候 他还觉得自己是在闯祸 听到警车的声音 就开始四处乱窜 外伴们想到 人家是在抓坏人 男人刚想来一颗糖 结果天上居然出现了三辆飞船 他们还在疯狂的破坏地球 这难道是外星人要入侵地球了吗 可下一秒 男人就把危险的外星飞船 变成了软软的QQ糖 请得比棉花糖还请 叫你还嚣张 真是太厉害了 他看见有人玩跳伞 突然出了故障 眼看着跳伞员命学一线 男人直接变了个大大的QQ糖 跳伞员摔在上面一点没受伤 他还抠下了一块塞在了嘴里 这也太幸运了 但做这种危险游戏 千万要小心 不是谁都会遇见有超能力的人 这个一百岁的大爷刚睡醒 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万米悬崖上 再抬头一看 原来是降落伞被挂到了树叉上 大爷赶紧晾出鞋里的两个大砍刀 又拿出了两个九块九包幼的匕首 随后一个360度的转身 完美的把刀插进了冰里 大爷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眼看就要够到树枝了 鞋上的刀却咔巴断了 大爷差点掉下去 幸好降落伞又一次救了他 但冰冻的天气 树干也极其的脆 眼看大树马上就要断了 大爷赶紧拿出一把剪刀 用一只脚的指甲死死的扣住冰面 然后拼命的去割降落伞的绳子 就在树叉掉下来的一瞬间 大爷终于割断了最后一分救命稻草 然后青蛙式的死死扣住牙壁 这可怎么办 大爷是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就在这时 他发现头上居然有个师父 于是大爷心一横 就手死死的扣住牙壁 一点一点的向上挪 经过1800步后 大爷终于爬上了一块突出的岩石 刚想呼吸一口82年的仙气 结果那岩石却塌了 大爷赶紧转身 借助师父的位置 用一招凌波微步 三下五出二就跳了上去 好不容易抓到了崖顶 眼看马上就要爬上去了 结果却出现了一只凶旺的母羊 他只是闻了闻大爷 就发现此人危险 于是光当 差点没把大爷顶下去 卑微大爷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结果母羊再次进攻时 大爷一把拽住了母羊的鸡脚 硬是借着母羊的突拽 和自己单身80年的毕丽 成功获得了自救 真是太刺激了 你知道身价2000亿的宝宝有多厉害吗 不仅敢从星星手里抢水果 还能独自穿梭在马路上 毫发无损 像开挂一样 刚刚在万米高空横着走 好运到爆 可他却被三个不知死活的劫匪盯上了 还打算绑架他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老三刚准备把他从星星笼子里拽出来 可结果星星直接出拳 费了笨贼一只手 老二学惊了 找了根拖把棍 试图把孩子挑出来 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 那只星星直接送他去梯上转了一圈 要说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活还跟老大出马 他趁着星星熟睡时 想要一点点把孩子拖出来 不料婴儿只是动了动 星星立马睁开眼睛 吵醒别人睡觉 是很不礼貌的 受伤最惨的也是他 直接就和金丝猴去做了御谣 婴儿名叫小班 今年九个月大 老爸大班是个富二代 为了让儿子的照片登上报纸 专门找来当地最好的摄影团队 不料三名减匪得知此事 不仅把摄影团队关了起来 还乔装胆扮来到了小班家 铁柱第一次和小班见面 就收到了一份大礼 原来在小班眼中 铁柱犹如童话中的猪精 他们以和孩子批养感情为由 支开其他人 趁机在后窗把小班打包带走 最后留下一张赎金条 还警告他们不准打110 小班就是他们后半生的财富 可得小心照顾 但三个单身狗哪会照顾小孩呀 换个尿不尸吧 分不清反正面 最后还得靠光头的一张好嘴 充个养奶不确定温度 你用点脑子行吗 哥敏感的皮肤那试一试 阿强一听是那么回事 于是便在光头颅顶试了试 原来想逗笑孩子 只需两个人互相扇大嘴巴子 光头想要哄小班睡觉 便给他讲童话故事 但这故事讲得不咋地 自己先睡着了 小班只好自己翻书看 可突然外边来了只不顾鸟 诶 这不和童话书上的鸟一个模样吗 小班敲摸的爬到外面 试图抓住不顾鸟 来呀一起玩呀 而房间里另两个劫匪 却全然不知 小班已经爬到了玻璃上 随着他的口嘴 啪唧落到铁柱脖子上 两个人瞬间被吓尿了 这孩子要是出了意外 下辈子的富贵可就没了 等他们追到天台 小班已经沿着木板爬到了对面 正兴冲冲的追着麻雀呢 可下一秒 铁柱挨了一下子还不算 接着板子又掉了下来 查到个后脑壳筐 眼瞅大哥被砸晕了 阿强一怒之下 把木板掀翻了 这样想去到对面 该咋过去呢 三个人无声的商量后 架起铁柱 而此时的小班 已经从丢楼窗户爬进大妈家 趁开门之际溜进电梯 而铁柱则是把这辈子的苦难 都经历了一遍 最终安全又不完全的掉到了地上 笨贼想从木头缝里 把大哥扒出来 完全没注意 小班就从他们旁边爬过 小班回头瞅了一眼蓝色的公交车 这不和童话书里的一模一样吗 他敲摸爬了上去 他神气的看了眼杰肺 这仨蠢货都懵了 财富就这么从眼前溜走了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疯狂的追 试图避公交车司机靠边停 司机一看啥玩意儿 就这破车还想追我呢 走你 不料一个急转玩 就把小班撂到了大妈的菜篮子里 花枝招展的大姑娘拎着篮子就下车了 等杰肺追上来 根本没找到小班 可阿强却意外发现 这不差点被人拎走了吗 笨贼跟着大姑娘身后 小生商量对策 要怎么从他手里把孩子夺回来 大姑娘突然回头 他手身如意四十年 你们竟然在背后议论我 看我不给你们吃我的棒棒小圈圈 一人来一下 谁也跑不了 小班趁几人挨打的功夫 来到了百花大楼 恰好被旋转门推进大厅 老阿姨看见他 以为是有乐趣跑出来的 不用分说就把他抱了回去 这些都是三岁小孩玩的 小班根本看不上眼 趁人不注意 搭上顺风车再次撩了 别人家的奶味道就是好 他出来时已经青生熟路 再次被旋转门推了出来 等来到了外面 他从记者两腿之间路过 还不小心把话筒线拽掉了 镜头一晃 小班上了电视 正当妈妈伤心欲绝时 哎就这么巧没看到 但保匪却抽剑了 连忙跑到记者面前 但此时小班再次看到 和童话书中一样的出租车 他笑着和笨贼说 拜拜 还不会走路的婴儿 却孤身在大马路上穿行 哎主角光环就这么明显 笨贼一路追踪 紧赶慢赶的还是迟了一步 最终掉进了臭水沟里 当他们来到动物园 却意外发现 哎妈呀 这孩子可这当大哥呢 从小就能看出不一般呢 星星的礼仪也敢抢 这时就要看个人的聪明才智了 谁能把小婴儿弄出来 谁就是老大 阿强早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叛逆 率先拉住小班的鞋带 试图一点点把他拽出来 拿成想 星星早就把他的小伎俩看在眼里 莫不作声的把孩子拽了回去 阿强非但不放弃 还变本加厉 这可把星星惹怒了 他起身来到阿强面前 一心垂下去 阿强的手被砸废了 阿强下场了 接着就轮到了光头 只见他举起拖把棍 把小班挑起来 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星星却出手了 最终还得看老大形势 果然铁柱最稳重 趁他们睡觉后 打算敲包把小班拉出来 孩子打了一个冷颤 星星立马睁开眼睛 好家伙玩去 就没见过这么倒霉的老大 随后宝宝跟着星星爬到了后花园 独自一人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很快笨贼在草丛里找到了小班 拿成想着孩子 看到他们转身就跑 爬进了兔子洞 要说笨贼也挺聪明 找到洞口的另一端 守株带兔 直接逮住小班 他们刚要离开 迎面走过来俩警察 吓得三人赶紧掉头 把孩子藏起来 小班在衣服下面也没闲着 摸出铁柱的打火机 啪啪 打着了 你说这孩子多淘气 铁柱现在是有苦难言 鸡窝都快被烧焦了 警察两人围到了烧烤味 就在他们纳闷的时候 小班在趁机逃跑了 好不容易送走警察 铁柱掀开衣服 火苗瞬间窜头 哦 烧鸡是这么来的 这好兄弟也真是为大哥着急啊 空空踩了七七四十九脚 终于把火给灭了 大哥变成了大姐 另一边小班爬到了一处工地 看样子会有新的一轮惊险 等着笨贼 看见工地上有人偷懒 在吃甜甜圈 他立马爬过去 想要讨口吃的 没成像 吊车却在此时启动了 贪吃的宝宝都知道 在工地偷吃甜甜圈 也许会一不小心就升空了 等王匪找到他时 宝宝已经在半空中等待多时了 眼瞅下半辈子的财富 近在咫尺 阿强顺限爬上了钢板 那只他太重了 钢板发生轻血 小班顺利滑到路过的电梯顶 而阿强则被挂到了上面 危在旦夕 光头想把好兄弟救回来 可不料 把自己也搭了上去 说好的有事一起扛 阿强的裤腿也太结实了 这一击 看来要爆炸了 小伙伴只定是要离他而去了 结果他直接掉进了水泥罐里 阿强也不能输啊 纵身一跳 哎呦 跳晚了 幸亏他是后倒 没有前倾 要不然还能有以后吗 刚站起来就倒到了小推车上 踩着小推车 晃晃悠悠 一路狂奔 狂击划过了头 静止把自己送下了垃圾车 他的最终归宿 着实有点可怜 最后只剩下铁柱了 小鬼 我看你往哪儿跑 快到伯伯怀里来 不料下一秒 才中小般的口水 哗擦 四脚朝天 林俩还送了他一锤子 铁柱晃悠的站起来 摸索的拽住一根绳子 随成想意外启动了搅拌机 结果给自己 交了个透心凉 老天哪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小般望着他一脸的大鼻涕 都忍不住想笑 还没等铁柱上手去抓他呢 小般爬上升降机溜了 铁柱想也没想 抓住吊机的大铁钩 突然激起出了故障 但工人已经下班了 只能明天再来修 小般顺利到达地面 跟着下班的工人一起离开了工地 只留铁柱一个人孤零零的 站在百米空中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好在不死的三兄弟很团结 兄弟二人把他救了下来 另一边警察来到了大班甲 告诉他们 今天接到的线索 疑似他家的孩子去了动物园 百货大楼 工地 父母听了一头雾水 搞错了吧 我家孩子还不会走路呢 一旁的保姆立马接话 我知道小般在哪了 这些时候和童话书里的故事路线一样 他在晚饭前还要去养老院 所有人立马出发 不出意外的话 小般此时正在和老人一起唱歌 玩得不亦乐伙 啪的到来 给空巢老人带来了欢乐 最终妈妈找到了安然无恙的孩子 回去的路上 小般在妈妈怀中 不停的念叨 扑扑 同胞目孔中得知 那本童话书就是他的扑扑 妈妈立马领回到了儿子的意思 孩子的扑扑 指定在那栋楼里 警察很快就包围了这里 此时三个笨贼刚从工地回家 好不容易清洗完身上的脏东西 铁柱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 怎么洗个澡还能听见小婴儿的声音 在我身边回荡呢 随后便是警察喊话让他们投降 铁柱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本书 扑扑 害得我落网 笨贼最终束手就签 林良还不忘给扑扑丢给小班 这孩子简直是满级的婴儿啊 谁的童年看过这部电影超过十遍的情举手 笨贼时的内容妙趣横生 一本童话书经历了一段奇遇 本身荒诞的故事却让人啼笑皆非 成为人们童年的快乐源泉之一 这是个被诅咒的女孩 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对着镜子梳头发 从白天梳到黑夜 又从黑夜梳到白天 女孩从不吃饭 也不喝水 更不会接电话 直到梳了七七四十九天后 妈妈找到了她 看到女儿诡异的变化 赶紧打了个响指 想唤醒她 可就是不行 眼看女儿被镜子迷惑 妈妈赶紧拿了一块抹布 盖在了镜子上 女儿这才恢复正常 但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本以为救回了女儿 可万万没想到 镜子上的抹布居然突噜掉了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瞬间妈妈也被镜子诅咒了 下一秒 这还不是更可怕的 镜子为了迷惑更多女孩 钻进了室衣间里 漂亮女孩正打算换衣服 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天花板上露出一双鞋 开始的时候女孩并没有在意 殊不知这镜子已经变成了恶魔 女孩刚想拿起衣服 在镜子前比较一下 这镜子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原本之前女孩还看着是三层的镜子 现在不仅变成了十八层 还咕咚 好像掉下了个什么东西 不敢回头的女孩 根本不敢回头 可下一秒 居然从地上转出了个人 我的妈呀 这怕不是丧尸吧 女孩害怕急了 想要赶紧逃跑 可门区怎么都打不开 好像被封死了一样 眼看的东西慢慢的靠近女孩 弱小无助的她赶紧躲到角落 女孩拿起手机 不是选择求助帮助 而是想录个视频 发个朋友圈 下一秒 这个老头太狠了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杀死自己 可到了第二天 却又会无限重生 老头恨透了现在的生活 原来他已经活了两万岁了 是地球上唯一的幸存者 可现在却被一个机器人控制着 因为机器人要为他找到一个 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 才敢放得下去 直到这天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颗酷似地球的星球 貌似还有人类 这个把老头激动坏了 他急迫的想要下去 可机器人却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以星球上污染严重为由 拒绝了老人 被控制了两千万年的老人 终于怒了 他不想一直待在这个破飞船里 哪怕寿命短一点 他也要出去 可机器人却不答应 仍然坚持第306次旅行 愤怒的老人特别愤怒 他必须要结束这一切 老人拿出了一把枪来威胁机器人 结果机器人还是不听 下一秒 老人的尸体就飘在了宇宙中 你以为他解脱了吗 不 机器人又重新制作了个人类 不仅让他的身体复原 还保留了他的所有记忆 绝望的老人特别绝望 于是他做了个梦 他梦见自己坐在星球上 突然有个人叫他 结果自己的手臂就完全断裂了 老人顿时明白 机器人需要的是个完整的人类 如果自己不完整 就有可能被放回地球 于是老人咬断了自己的手指 果不其然 这次飞船成功的落到了星球上 老道开心的走下台阶 本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可万万没想到 这里居然有无数的字迹 原来这也只不过是下一个牢笼而已 而机器人又重新制作了个老人 继续塔上寻找完美星球的路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在飞船上永生 还是选择在地球上 体验短暂的生命呢 太好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